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開賽的第17分鐘 同樣是兩隊都有單刀球的機會 但是經驗值感覺上 在這兩波的攻擊 好像是做了一個很強烈的對照 等於是歐狗示範一下說 當你一對一面對門將的時候 你要如何把握住這樣的機會 你可以看到最後那一場 快被過了的話 那門將可能要出來 這時候我剛好就抓你的一個心態 所以剛剛 哇 今天我這球竟然是讓歐狗 並不邪熱的把球碰進了門裡 GO 哇 今天以戰神來說 丟的三球裡面 第二次是因為自家後場的傳導 那結果這球真的是讓歐狗科興入網 哇 結果是33號的後衛 救助於行屋高中的蕭亞軒 他的一個傳球 另外一位是救助於了 這個高院工商啊 這邊歐狗就來了 這門將位置尷尬 接過球 接了 GO 帽子戲法 恭喜李秀琴 今天這場比賽 公共個人第三球 在比賽的第57分鐘 我說明明剛剛的位置 變成是那種過河中度 渡到一半了 最尷尬的一個位置 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對 他當下應該是想的是 他知道這個位置應該要上前 要去清球 可是沒想到很多一個機會 來做社會的 這球想要來擬一個香蕭亞軒 在這邊 進了 哇 非常棒的一個配合啊 投錘一顆星 剛才進球的 應該就是秀琴喔 看起來應該是 以那個高度 跳起來高度跟位置來說 秀琴現在就是 衝當空中霸王了 沒想到這個時候 再次領先2比1 上個星期演出帽子戲法的李秀琴 哇 在第57分鐘的這一個進球 現在 在進球排行榜上 來看一下這一球 那我起不起 那個時間不對了齁 看一下王玉婷 跑球 去囉 GO 歐國李秀琴在第67分鐘 發進了這個12碼球 也讓高雄陽信 在這一場比賽 第二度 取得領先 比分來到了2比1 但這個play呢 這球最主要是 原來凱頭做這種回敲球的 可是這個 為什麼在那凱頭隊有那麼多 像他的節奏 那時候就很難 默契老學 這一下回得不錯 秀琴 這個溫度很棒喔 這個落點很好 這一球是出其不易 其實他旁邊都是人耶 對 沒錯 哇 上半場在即將這個 鐘秒之前呢 看到高雄陽性也終止了 哇 終止了花蓮這個 長時間沒有得分的紀錄 結果沒有想到 這個攻破花蓮大門的技能是他 對 沒想錯 那秀琴其實上場比賽也很多機會沒進了 這一場對高難度的就低進了 感覺很不錯 再看一次呢 在溫度這不錯 可能還都是在 青少年有一個賽事來做打 這球請進去外面 左腳的遠射球解了 GO 結果呢 在我們前面講到的幾名球員 與攻不下的情況下 結果呢 換成是歐狗進去外面了 這一個左腳的遠射 看起來就是打得還挺準的 雖然說好像這種球 如果有些側面旋轉打克 但是好像剛剛也沒有 就是剛好就掛在11號上面 其實進攻的滯空時間還滿久 不過這一球你可以看到 王若萍前面的那個橫向移動 雖然是處於越位位置 但是那一個移動上面 其實會影響到門將的判讀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這樣的移動情況下 你沒看到Sherry 剛好從另外一側一樣 在戰神這邊的傳球路徑 所以都目前為止戰神傳球 傳的不止被動 真的 完蛋了 好 那進去的歐狗來了 一個單刀球解了 GO 歐狗是不是今天呢 準備也趁著這個對戰機會呢 要在進球榜上面呢 好好的來 進補一下喔 今天已經兩個進球 畢竟他原本呢 來跟呢 這個 台東南京的這個UU 其實還是追得滿緊的 結果UU上一次對戰神一口氣 進了五球 歐狗現在追到了這12跟8的一個差距 這球一開始的時候 林玉婷應該要直接就先放倒 這 李秀琴了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馬上給的畫面是 Sherrys在做這個動作之前 其實他有在擺頭在看裁判的位置 然後呢 他後來就透過他轉播的畫面 再看他進去還會不會有進球 歐狗 要挑戰帽子戲吧 GOOOOO 結果眼看了4比0的比分 會不會成為最後的比分 暫時到了補師的第三分鐘 不然聯賽生涯進球王 歐狗李秀琴 還是一個人在進區之內 來完成了這一個精采的進球 甩開了防守者之後 右腳射門破網 也在這場比賽上演他個人的帽子戲法 這個對於無少話而言 這真的是滿難去做判斷防守 可以看到李秀琴 左邊扣一下之後再扣回來 然後再去做這次的射門 其實真的動作上頭 其實對門將而言 真的是很難去預料到說 李秀琴會往這個方向去射門 現在防守選手在籃牆不見的情形 給了高雄陽鑫一個司馬拔球的情形 這過程當中在台中燃機方面 沒有人員來上線去感擾李秀琴 李秀琴是高雄陽鑫的司馬拔球的操刀手 在這個情況下高雄陽鑫有了一個 縮短比分差距的機會 李秀琴 馬牙医上線進windlighDoC 右腳炫門這球進了 高雄陽鑫 緊急的人一顆進球 目前兩隊之聲插槍 一顆進球的一個插槲 所以看看在最後商廷伏時間 鬼效到底後 喔 還有機會 GO 李秀琴在門前 守門員初級並沒有把球掌握下來 這球輕鬆擺進 說著說著楊信把自己對此的進球再往上推 而且目前是以1比0領先的新北行員 在第36分鐘左右 超強楊信堅持得點 再來看一下 這推進到底線 傳回來 守門員的初級並沒有把球攔下來 水貝卡的左腳 荷瑄一跑過去並沒有碰球 比較煩惱 對 出來以後 核軒移 送李秀琴 立刻還以顏色 航員這邊領先 航員追回來不到 兩分鐘的時間 李秀琴立刻被拉回兩分差 好 看一下李秀琴一樣是在左路 接到核軒移的傳球 擺進了本場都只有 這邊看一下 郭琳美里給到左路 直內 再看Sherry 左路傳走位置 我走投球就對了 GO GO 李秀琴 我在這邊接應到 Rebecca Sherry的左路傳走 就像Gran前面所說的 Sherry的左路傳球 對 有很好的一個品質 那讓李秀琴中間跟進 頭槌破門 第34分鐘 都率先頂迫了地主花蓮的大門 同時也是木蘭聯賽生涯 進球王李秀琴本季的第13個聯賽進球 現在不但讓他的球隊領先 也讓他在射手榜上獨居領先了 沒錯 我再看一次真的是 左腳又給到Rebekah騎腳的空間 那到了在之前的一個東亞四強決賽的時候呢 我這邊看一下 可以 給過來 OH GO 右腳射門 球隊了 GO 1比0 在地主喔 高雄陽性這邊又是靠著 木蘭聯賽生涯進球王 歐狗李秀琴在第23分鐘了 接引到何宣宜的短傳 打進了球門左下的死角 插住進王一樣是打鐵 但是陽性呢 這個球是彈進去了 取得1比0的領先 也讓現在 木蘭聯賽的精靴之爭 14比14 贊成平手 哇這球真的精彩啊 看到歐狗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起腳快點 你一腳一定要打下去啊 是 哇很準啊 沒有話說 這種球因為內側來帶 一不小心就轉出去了 對你的右腳打出去 其實它的旋是往外旋的 是 往球門外旋 真的很準 哇 歐狗你看 這球射完之後 還在前場的一個進攻組 好 一球一 歐狗 歐狗 哇 歐狗這一次再修正 空回來又有三分救急了 有三分救急了 GO 2比2 楊性這場比賽從領先到落後 靠著歐狗的兩個慶球 現在 讓比賽最後15分鐘的時候呢 又回到了原點 2比2 那不只在比分上面 這個扳平喔 他現在在射手榜上 又追平了 又扳平了 又又追平了 哇 現在是一個 15比15喔 在射手榜上的一個 球數的對決 哇 而且這樣一看喔 其實要起左腳 我還不太確定 扣回來那這場 欸好像真的沒有了 是 像剛剛我們所講的 扣回來右腳 楊性如果要來爭 第二的話 這場球一定要贏 給直賽歐狗 好球 歐狗繼續加速 倒六吹進去歐狗的射門 有腳 亂軍當中 欸 竟然把球給搞進去了 但是 穿 吹 喔 哇 最後是你 球贏的一個價值 你看歐狗的一個射門被擋到 但是 竟然奮不顧身的去拚搶 竟然球最後就是 落進了 南京的大門 楊性在這場比賽 逆轉 竟然是3比20 先看一下 打得強勁了 被擋出來 重音看起來 沒有碰到球 是不是大家都沒有碰到球 這樣歐狗是再往上加一顆喔 哇